打开情感束缚直面真实自我 大家好我是文哲 女人在面对异性和表达感情的时候 和男人真的是存在诸多的天壤之别的 尤其是当他们看上一个男人之后 他们也绝对不会主动的向男人表达自己的情谊的 毕竟一旦女人过于主动了 不仅会让她们消失主导这段感情的权利 更会让男人认为她们是那种 轻浮放纵的女人 不过身为男人的你也要明白 如果一个女人在心底里真的是认可你了 而且也非常想念你的时候 她们往往会故意问你一下这四个问题 而男人如果在此时还傻傻的听不懂的话 那宁可就有很大的概率要成为一只单身狗了哦 首先啊这第一个问题 你吃饭了没 其实男同胞们开弄你们聪明的大脑好好地想一想 女人如果不喜欢你 不想你的话 为何会对你发出这种尬聊呢 而人家使用这句话 不就是为了可以开启和你的对话模式吗 而且啊 这个问题虽然看起来有些平淡无极 但却十分直白地彰显了女人对你的关爱与重视 毕竟一个女人能在如此细节的问题上关心你重视你 那她对你的这份情谊你真的是看不懂吗 第二个问题你在干嘛呢 不得不说当女人突然问及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可是要明白 这可是女人在明白地告诉你此地无影三百两哦 而且啊这句话的意义作用和第一句中的你吃饭了没 可是有意取同工之妙的 毕竟啊用这么一句平常的询问来打开你们聊天的大门 这对于女人而言绝对是最为简单最为便利的 同时啊女人在问你在做什么 也是从侧面的告诉你 我现在好无聊好想你 你能不能马上来见我呢 第三个问题在于你聊天的时候 突然给你来上一句 你是不是又想我了 不得不说啊这些看似呆萌的女人 真的是话语上的艺术家 而女人最擅长使用的招式 不就是正话反说吗 就例如我想你了这句话吧 你要是想让一个女人说出这句话 那真的是无意让她们上天摘星下海懒月了 而用这么一句反问的话 不仅能让男人感受到女人对她们的重视 更是增加了不少沟通交流上的情趣 第四个问题 要不要一起出来玩呀 其实这句话往往都是男人在对女人发出邀约时 才会说出的话 可是现如今女人选择了反客为主 继而对男人发出了邀约 那这个时候 如果男人还无法听懂 人家女人的言下之意的话 那宁可是真的成为了单身狗的危险哦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大家文哲点赞留言转发